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这个在虎尾养殖场 樱娃大杂蟹 那今天要分享的是七两种的 我们要看七两种里面的蟹膏 那这个现在这个画面是刚蒸好的画面 现在这一只呢是七两种的 那右边这一只呢 这个是五两种的 那这个是刚蒸上来的样子 那之前呢有来吃过五两的 那今天特别就是要分享七两种的 看看里面的蟹膏的饱满的程度来分享给大家 那画面的话呢声音不同 不是因为现场在直播的时候呢 声音没有收到 所以呢这个是补录的画面这样子 那等一下呢就会带到这个老板呢 这个从那个池子里面呢 抓起来分类的画面 然后现场呢抓这个七两的大杂蟹呢 给大家看哦 好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画面呢 就是老板从这个七两的池子呢 去抓出来 那这个七两的这一只呢 你看这个活力十足 老板就说这只很怕的 好那这个的话是现场最大只的 是七两 本来说有八两但是呢卖光了 所以呢 今天呢就是分享七两的这一只大杂蟹 要来给大家看 好那现场那个老板的话 现在就是要拿这个竹绳呢 把这一只大杂蟹呢把它绑好 绑好之后呢 等一下呢就会 送到这个蒸笼里面去蒸这样子 那蒸完之后呢 就会看到刚刚第一个画面 就是蒸好的那个画面这样子 好所以呢 这就是现场量 好现场抓的 好现场里面 然后呢现场呢 好给你拨开 然后可以去蒸笼这样子 那老板说呢 这边的客人大部分都是 从这边买回去自己蒸啊 那因为我们不太会蒸啊 所以呢我们就是选择在现场 好让老板帮我们蒸 好你现在看这个画面 这个是七两后 好绑好的画面 好现在再重复呢 好再抓一次给大家看 好这个你看抓起来 这个活力的样子 好这就是 好 哇扁扁的 好大杂蟹你看 所以呢上次呢 吃完五两之后呢 好就会特就特别回来呢 好再跟老板选一只最大只的 好那现在这个画面呢 就回到这个蒸好的画面了 好那蒸好画面呢 等一下呢 好就会来 好现在开箱了 好那 那等一下呢 我们就要是要开箱抓这个 七两的这个大杂蟹 好来看看里面的蟹膏 好这个左边的是七两 右边的是五两 好那现在再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这个不会输给这个你在那个苏州或者是在那个太虎吃的大杂蟹 好因为里面的蟹膏的话呢 主要是有分淡缓跟你面这种白白的那种浓稠的 那白白浓稠的话呢 就是 就是比较冷一点啊 冷一点的话就会吃到那种白白的这个膏这样子 好那现在这只七两的话呢 我要准备把它剪开来 好 然后呢 要来拨给大家看里面的蟹膏的样子 好现在呢 要准备拨开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把它拨开 这个是宫的 主要为什么要吃宫的话呢 因为是宫的话呢 它的那个膏会比较浓 对那如果说你是母的话呢 它可能就会稍微有点硬硬的这样子 那宫的膏的话呢 它里面的整个的浓稠的话呢 会比较 比较多这样子 所以呢 大甲蟹的话我都选择吃宫的 好那现在拨开了 好那你现在看一下这个 这个打开之后呢 你看这个蟹膏 好这个蟹膏的话 这个壳的这个地方呢 这个部分 好已经 好这个算很饱满了 好那等一下的话呢 会切开右边的这个部分 再把它切成 把它用剪刀把它剪开 让大家看看里面的蟹膏 好那种剪刀 剪刀的话呢 你看你可以从另外一端这个地方 好把它剪开来 然后剪开之后呢 把它扒成两半 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蟹膏 你看 我这个蟹膏呢 真的就很饱满 好那这个蟹膏的话呢 等一下呢 会先试吃这个黄色的部分 就是它的膏的部分 主要是试吃两个 第一个是这个黄色的膏 那 好这黄色的膏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现场呢 就是这样 好那你试吃这样子 好 这个就是浓稠状的这个膏 好那等一下呢 要吃精华的部分呢 就是白色的部分 白色的话呢 通常要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呢 那个白色的膏专屋就是它会很黏 雅的这个部分 都会很冷很黏很浓的部分 就是这个 好现在看到这个白色的膏 好这个如果天气冷的话呢 这个部分就会比较多 所以呢 我们吃大夹蟹的话呢 主要是品尝刚刚的这个黄色 跟现在这个白色的这个 黏稠的这个膏这样子 那为什么这个很美味呢 好你吃过一次你就会觉得 好每年都要来这个品尝一次 那这个膏状呢 这个大夹蟹哈 这个不输在大陆吃的哦 嘿这个真的看起来这个很饱满 那这个七两的话呢 现场买的话呢 这一只大概是700块 老板大概是一马一两 算100块在卖 所以呢 老板也说不便宜啊 那主要的话呢 这养殖场呢 他都是用天然的这个食材 去养这个大杂蟹 所以呢 他才会说这个 他比别人会贵一点 但是呢 现场吃的感觉呢 其实也不差哦 对 好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 要分享给大家的这个 好 虎尾很劳爱大杂蟹